《無窮之路》 我覺得很貼題 窮就是富有的一個強烈對比 無窮也代表著有無限的可能性 正正就是今次的旅程中 我的所料所聞 知道他們以前的生活 其實都真的很艱難 我很難忘的就是去了懸崖村 很害怕 如果你一手遠的話 整個人就會掉下去 我覺得是一個探索的旅途 去了不同的地方 真的驚險玩了那個老江的流梢 如果你一滑走 其實你就掉到江上 又去了大西北的戈壁沙漠 那裡其實曾經聯合國說過 那個地方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現在其實是一個小鄉鎮 整個改變的過程實在太過翻天覆地了 我也很期待 可以將我這三個月的感受 和觀眾溫和 那些人也會有很多人 是一個小鄉鎮 那些人們走出來 我也是有很多人 今天想說 那些人都會這樣